你到底行私的动物 你前面会问我 在我的观光 你主催你 脱骋了 中希找我 城我 现代食物 发生了 中希 语 大家 我是Yuki 欢迎到我的频道 上个视频看到傻人还大 看到钱还蛮多的 所以在去做手动咖啡 详细电动的时候突然想到好像没有出在规定预算内器具的选择 所以答案先出一个这个 然后和之前一样在开始前围绕一个重点 就是和豆子一样在器械里面摩托机占预算的主要大头 好的摩托机能更好体现豆子的优势 然后做了预算毕竟不可能新手一上来就去买DT和EK 所以我把预算分为几个档次 首先是500元档1000元档和2000元档 然后再往上呢就不如让我自己来推荐 首先我们讲的是500元这个档位 我们还是围到那个中心点 大多都放在摩托机上面 所以关于摩托机推荐的话 比如电膜我推荐惠家的ZD110 大概在360左右吧 在这个价位其实没有很多摩托机可以选择 当然也不考虑推荐像哈利欧啊那种那一款和跑宝十九块九包有那种那些 会让你对手中咖啡的起点有一种到终点的感觉 嗯 然后或者是泰摩家的那个冰桶 冰桶还挺好的塑料质感真的挺不错的 然后也在这个价位左右 然后分享糊的话可以买一个国产的像云朵啊 或者是带刻度的那种都行 分享糊其实要求不高 然后电子秤的话在这个预算里面我推荐的话 比如像香三的电子秤 然后它虽然不带技时哈 但是它的反应和功能还是非常的好的 甚至在反应上面不输A秤啊 之前看了有人对比过 还有一些像国产的一些那种带有时间的那种不是很好看的那种的 也大概五十二块钱 然后或者是泰摩新出的 但是这个的话可能要加点预算 我看了那个我朋友还买的那个新秤大概一百八左右 还挺好看的 据温度器呢 在这个预算档位我比较推荐电乐偶的 虽然比较稠 但是就是反应速度啊非常非常快 然后温度准确度也非常的好 嗯还是挺值得推荐的 然后接下来是一千块钱的预算 一千块钱的预算就相当于比较充裕了 摩托机的话选择比如在这家的 呃 ENCORE吧 我也不知道那个怎么念 UNCORE 或者是说小飞马的600N 然后这两个 其实一个是追刀的 一个是平刀的 关于这个追刀平刀还有些鬼齿这个以后会讲 我们就不在这里说 然后其他的可以保持跟上面一样 呃当然你也可以加点预算去上B壶 就是温控壶 能上的话还是上温控壶吧 因为温控壶其实相对来源方面太多了 然后是两千元这个档位 其实这个档位也比较尴尬 电膜没有什么太大的选择 不在乎颜值的话就选择大飞马的207N 它是鬼齿的 然后手膜的话倒挺多选择了 呃C40的 司令官的C40 Lidl的 我用的是Lidl2 LidlR 然后还有那个DM加大麻 大麻R 然后再加个B壶 然后再跟上面的 我提到的可以任意组合 但是还是希望以实用为主 魔兜直接吃重头就行了 然后我个人推荐的话还是一步到位 然后在圈内还有漫画玩一个套餐 它名字叫ABC套餐 就是A称B壶 N的C40 就是ABC套餐 然后基本上这个套餐就已经很棒了 当然如果你预算还可以再加的话 那就往魔兜机上怼就行了 呃魔兜机里面还是一份价钱一份货的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呢 下期讲咖啡的研磨这一块的东西 然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哦 安妮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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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